所谓的批示查询之前 第一个我们先建好清单好了 那当然我们根据就是查询 假设这四个栏位做查询好了 这四个栏位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根据业务它就自动拍拍拍 六个业务全部都帮我产生性工作表 并且把资料放进去 另外如果说根据产业别的话 那也许可能还需要什么呢 它新增完之后旧的可能先删掉 不然的话呢一直产生新的 那就会变成很多很多工作表会混乱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先假设又查新的 那我就把旧的删掉 删掉的话呢就一定要剩两个 因为有一个是算总表 一个是清单 OK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不过我们在做 把上个礼拜的单次查询 要加进来之前 你可能要先学会两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呢 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 如何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什么叫批次新增呢 新增应该还记得啦 add嘛对不对 我一直强调add后面还要加after 最后那一个 然后重新命名的话就是 最后那一个点name等于什么名称 对不对 这两行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用到机会还蛮高的 你只要会需要连续产生工作表的话 那这个一定要很熟练 OK有两行还记得吧 那我想这些东西 因为刚开始你们一定会不熟 所以建议你自己做个笔记本 或者是说把它印下来干嘛的 以后可以查得到 我的习惯是放云端嘛 反正你找了就OK了 好 那批次删除很简单 就是那个delete 哪一个删掉就可以了 那我是建议倒过来删嘛 从最后面删回来 我demo一下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不会的话 你变成说你 他要再加其他的东西 那就会有问题 他等于是一个基本的外面的架构 OK 那新增里面再加上 资料贴过去就完整 所以假设我们批次新增工作表 按一下他 有没有 这边的话就是菜头一直到摇摇 不过里面现在是空的 因为我们只是说 我只是希望先练习什么 先产生菜头 再产生小咪一直到摇摇 有六个人 我现在资料还没贴 因为我怕贴的话 城市会太复杂 你会看起来看不太容易 这个城市太长的话 你负担会比较大 那删除的话还记得 从后面最后那一个 三道只剩下两个 所以三道第三个停下 step-1 那里面的话就是 这个是刮户R1 因为2016以前的会一直跳 那个要不要删 是否删除 所以你可能要把那个 那个dispressor learn 关掉 那个是属于application 物件管的 所以我把它批次删掉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反正你只要 不管你要做什么 反正就是你一定就是会有批次 然后一定会有批次删除 的这种需求 那要怎么样批次新增呢 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呢 我们的清单是在 这个清单工作表里面的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列 所以因为我要抓这个范围里面资料 所以我要写一个回圈 那个回圈的话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来看一下 批次新增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因为我要抓的资料是在清单里面 所以我们当然特别注意哦 这个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如果要 因为我现在的按钮 以后会是在哪里呢 以后会是在主表这里 所以我们是跨工作表 那以前的写法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它的最下面列 这个时候因为跨工作表 所以这前面要加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的讯息给它哦 ok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它变成抓主表的 这个里面就没有清单 所以第一个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最下面列 那它就会去这个清单里面呢 向下追踪到 所以回来的话基本上是7啦 那因为我们是以这个 这个工作表为主 拿一个NAS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新增 那特别注意哦 我们前面的话呢 是会多一个X是Input Box 然后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不要是从Input Box 而是从什么 从那个清单里面的工作表 特别之后 因为我要抓的是 这个清单里面的那个工作表里面的 A栏的资料 假设A栏是业务嘛 的第i列 因为从2开始 一直到A2 假设到7啦 就等于2到7列 等于A2到A7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那带过来之后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 就是要Add它啦 所以基本上新增工作表 有没有 我已经知道那个名称了 接下来我要新增嘛 新增特别重要是点Add 后面它会先提示你哦 你是要新增到前面还是后面 不过习惯还是新增到后面啦 但你也可以新增到前面啦 只是我会觉得怪怪的 一直到前面 变成总表 因为我习惯那个主表 一定是在第一个啦 如果你不是在第一个 就感觉就怪怪了 所以我习惯上加一个After 那这边的话呢 冒号等于指的是你要给什么参数 就是你要放哪里啦 我要放最后面那一个 所以等于什么 在最后面那一个Shit 哪一个哦 瓜胡他跟他讲最后那一个 那我们可以用Shit.com OK哦 这个可能要稍微熟记一下 因为这个蛮重要 以后的大家这用到就还蛮大了 那After的A 其实大小也都可以啦 理论上应该是大写啦 不过其实你打小写啊OK 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新增了 所以他一样会是最后那一个 所以你就把什么 Shit.com的名字 点name 这个Shit.com 这个add之后的话呢 本来两个会变三个 那意思是说最后那一个的名字啦 等于什么 等于X就可以了 你就把这个X的名称 直接带过啦 当然如果你不要X 直接把这个拿到这边来 可以啦 这少一行啦 只是说习惯上的写法是这样 OK好 那就直接把它新按F8好了 OK 然后就往下追踪 抓到 所以X先看一下里面是不是菜头 OK没问题 所以新增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新增到最后面啦 反正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 新增一个工作表 直接帮我放在最后面 以后的话我就习惯了 反正就固定这样用就好了 这样用的好处就是 反正你就记得 就照档就OK了 然后呢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把它变菜头 有没有下面这边就变菜头了 给大家这样啦 以后的话反正这两行很重要 就把它记下来 那如果你要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就是再配合一个回全 所以你看菜头出现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下一个再新增一个 变小咪 因此类推 所以它按照顺序 从第二列到第七列呢 全部帮我怎么样 全部都新增完毕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时候就会有我们要的东西 那删除的话我们讲过嘛 因为我希望从最后一个 一直删到只剩下两个的话 那就删到第三个 那step一定要-1 这个step-1如果没有加的话 它一个都不会删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呢 这个application disparation learn 这都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run一下 直接执行 OK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删除 这比较简单一点点 所以新增 删除 OK 但是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新增 批次新增 也批次删除 但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今天要希望怎么样 批次 然后能够怎么样 除了说新增之外 他也能够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给扣过去 所以 当然如果有时候你还没有头绪的时候 我讲过了 我的习惯就 没有关心 你想想看 应该把什么呢 上个礼拜的程式 可以把它补在哪个位置上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把上个礼拜的程式 上个礼拜的程式 基本上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说云端上 假如你有些旺季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那个 直接跳到我们的第六个单元 批次查询 批次查询 我有两种方法 今天还会多讲一个枢纽分析表 因为蛮多同学对枢纽分析表 都非常感兴趣 但是网路上 其实能够找到的讯息并不多 但是其实没有很复杂 只是说很多人 看不懂关键的地方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改 所以等一下也会用 那个枢纽分析表 教各位怎么样做批次查询 用那个枢纽分析表也可以 而且枢纽分析表也可以做 批次的产生枢纽分析表 以后的话你要产生报表 如果你是常用枢纽分析表 其实我建议真的要结合VBA 不然的话 你要一直不断在使用那个枢纽分析 当然拉拉是没什么 但如果你每天都要拉一堆的那个爆表的话 你还是会觉得很烦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自动全部自动产生 而且自动把格式 自动把样式 自动把表格框线 什么都弄得好好的 这样的话呢 就会更便利 全部都自动化 这待会儿会讲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请各位先把那个批次新增 跟批次删除先完成 待会儿的话想想看 把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那个单次查询的中间这一块 怎么样把它转移到那个批次新增工作表里面 也可以除了说产生一个空白的工作表之外 也可以把资料也帮我把它放进去 那其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有没有发现X X 那也就X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X 对不对 这X主要目的是说 那如果我今天抓到比如说哪一个小米好了 那我除了说可以重新命名之外 也可以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criteria 有没有 那不就也可以顺便帮我查 顺便帮我贴过去了 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样 把上个礼拜讲到的那个单次查询的那一段程式 放到应该放的位置 而且程式也不能有bug OK 那这样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两行部分 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两行呢 在云端白板里面也有 就是批次查询的部分 谢谢大家